今天有些事情很特别的 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是昨天凌晨 在北京罕有地出现了一个 我看了那条片 同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流星 狮子做流星雨这十几十年 哄那些小妹妹经常都是这样 去沙滩那些 是的 我们的欢乐小姐被人哄不少 有没有看过流星雨 是的 没有啊她说 你真的叔叔带你去看 真是上天棒去看 OK 然后我就看过那条片 大家看过流星雨 流星雨很快那么一夜飞过去 但是奇怪在6月13日凌晨 就是在北京 很奇怪地那个流星 很长很长很长 就是有成分钟 那个流星雨在北京附近的 那边坠下来 就是变了银石 流星大家知道其实是一个银石 就是这样下来 但是这个就已经不是 就是我们在上书来说 这个就不是叫流星的了 这个叫什么 这叫掃把星 没错了 掃把星这么长时间出现的话 除非你是哈雷瑞星而已 是不是 这样就非常之不兆的 大空之兆 就上书呢 就上书呢 我那本 不知道我那本是怎么说的 我那本呢 就有数码星出现呢 就有兵彬之和的 就有兵灾的 有兵灾的 那你那本是怎么看的 我看李淳峰先生那本《月几尖》的 嗯 那本书就说呢 瑞星一出天下大乱 嗯 那么呢 有瑞星呢 就一定是 去聚落那个地方 就一定 一定有些 皇后像上要归世 哦 因为以前那些人是说 天上一星地下一人 天上每个星就代表地下每一个人 那你看看 流星聚落 就是那个人要归世 嗯 看看那个星是代表哪些 因为 在聚落那个位置 看看是什么位置 那些荒交东西 你没所谓 死农夫 死农夫 死车夫 没所谓 但是你 北京 帝道 首善之道 帝王之都啊 天子脚下啊 天子脚下啊 天子脚下 遇到有数把星 好死不死 还在那里聚落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笑头的 简直是大空之小 非常不好笑 究竟是应不应接 我们 风水命理呢 不是一个科学 是 但是这些信者真好 不信真亡 大家记在心里面 记住这件事 但是那条片呢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 很容易搜到的 你看看北京流星 就这样出来 真的很长时间 是 整个分钟 很少有很少有的 这个绝对不是流星的了 这个叫做掃把星 这种就是真真正正的 因为你看看它的尾 好像不止一粒 几粒 几粒一次 集中了整个掃把 真的非常像掃把 就是这样掃过来 旁边 那些掃把星掃下来的时候 旁边还有星辰在闪下闪下 是啊 都挺 空巣 或者是挺大 当年 当年 春秋战国时期 你知道的 春秋战国时期 最大是哪个 春秋500 嗯 刚刚又有流星 那粒流星聚完下去之后 第三年 那粒流星聚完下去 第三年 第五年 第七年 春秋500死了三个 嗯 接着 还有一单 朱国梁 是 朱国梁 六出奇山 第六次 没有穿过 就有流星了 还要去军营连出三转 是 没有了 接着朱国梁就死了老陈 是啊 那你说 七星续命灯都没有符 第四 第七 第四十九天 就被阿贏 被阿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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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 所以你说流星 你说有数码 这些 真是超级不祥之少 是啊 除了数码之外 各地都有很多奇怪的天象 是 六月飞翔 这个山西和辽宁 这个奇怪阿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呃 大家知道六月飞翔 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不用我多说 哇 这几年奇怪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整天都见 北京 尤其是北京 差不多每年 过去这五六年 每年都有六月都有这个 是 六月不是落伯 就是落伯 落伯 真是大吉利时 真是 这个落伯 就是六月飞翔的了 那些博是兵而已 就是这个意思 六月飞翔 就是有哪些地方 山西遼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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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西的东西 都是 都是 有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就是啊 山西遼宁 两边都落伯 哇 它那些博是落下来 还要厚的 还要一粒粒的 打到车里 好像网球那样打一粒 就是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落伯 我见过落伯 你上次落伯 最上次落伯 你有没有见过那粒 那粒是什么样子 很小粒的 刚刚 那些COVID-19出场的时候 是呀 圆球嘛 圆球还有很多东西 整个病毒那样的 是呀 很奇怪的 这些就是叫 这些就是天有所显 地有所形 所以现在英国 那个《太阳士报》 那个调查就是出来了 就是讲到 这种调形调声 其实这个病毒 就是当时在云南 就发现了 中国的云南 发现了一个山东里 发现了这种什么病毒 就是这个武汉 新闻研究所 就和解放官合作 在研究这种病毒 制作一种可以 迅速传染给人 人类的病毒 这是进行这个研究 为什么研究过 这个研究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就是流了出来 这个实验室意外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为什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喂 你当年 当年大日本帝国 都弄黑太阳731出来 731 对731 对日本的漢方药 什么喇叭症路院 什么通屋旗应院 其实是有帮助的 你不要说 他弄这种疫苗 他的疫苗也有帮助的 是啊 那就是了 所以 所以 很多东西 就是天意 六月飞伤 为什么六月飞伤 那时候斗鹅冤就是六月飞伤 斗鹅有几冤 你们自己上网查 现在还是这样的 说斗鹅冤都下雨 你试试 你试试失机无神 就是梁天来 惨就惨过梁天来 苦就苦过小白菜 苦的金业锅 那你现在呢 一提起梁天来 一提起豆鹅冤 那天一定会下雨 还应过应龙 比豆鹅更冤 是啊 不过 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 我真的讲了一点 广东人经常讲错这句话 英雄莫问处处 乐伯莫问殷游 很多人说乐伯乐伯就是那个雨 字边包那个薄 其实是大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乐伯呢 其实就是一个白字 变成一个鬼字 那个濕云乐伯那个伯 乐伯莫问殷游 和这个大雨的乐伯 乐伯是无关的 无关的 那个就是广东人 很多有时候读音 读歪了 就那个叫以俄传俄 即非成事 就是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乐伯或者乐托 都是乐伯 就是失恋乐伯 就是说一个人走衰运的时候 英雄呢 你就不要问他什么出身 一个人走衰运 你都不要问他为什么 走衰运是没得解的 摸戒头头碰着黑 对不对 没得解的 哈哈哈哈 是摸了惊的 是你就是你的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人有三衰六王 到你就到你 还有一个人这么黑 路自己选的 很多时候都是PK 路自己选的 PK就不要哭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就是整定了 所以大家 永远记住 是否落伯望问恩游 其实落伯是一种天壮原因的 不难理解的 热得太就落伯了 热得太 空气的突然间就有冷空气 因为高空的空气很冷的嘛 即是雨云太多 突然间遇到急冷的空气 即是急冬 突然间急冬去里面 很快冷空气的分子结了兵迷 重量再下来很容易理解到的 它跟落雪不同 因为整个地区的气温 跌低的 慢慢的 那些水分子 形成了一个六角晶体 慢慢飘下来 雪花有没有见过 雪花的东西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很重的 车头玻璃都打了 前几年香港有一年冬天就临到的 那一年就落伯了 试过 香港试过几次落伯了 打到玻璃枪很糟 你想一下 我都说了 香港下半年会乱 你看现在还要弄些天象 是的 我真的无话可说 又是鸭又截了鸭 猴师傅 现在是北京 我们的帝都 帝都又掃把星 这样 你现在弄些这样的东西出来 还要香港差不多入下半年了 你说乱 是乱在哪里 金木水火土是乱哪里 金木水火土当然是乱土 即是地产有楼的大件事 先乱土 没有土就不能生金 再乱金 没有金就不能生水 没有金就不能生水 你就渴 没有水不能生木 没有水不能生木 火烧山 没有木不能生火 没有木不能生火 那就是什么 健康有问题 能源出问题 那就是了 一环扣一环 是啊 个人一旦没了健康 所以人们说 你火气这么大 你收一下火 人呢 我们真的做人了这么久 你要做一整天一件事 人要做一事 就一定要有点火 有点火气 你才做一整 但是当你的火散了 就是分散了 没了火 就命都没有了 所以人呢 有所谓三美真火 所以经常见到人 喂 别打我肩头 哈哈哈哈 尤其是晚上 因为为什么呢 尤其是在赌钱的时候 真的不要打人肩头 这个原因是怎么来呢 人有三点火 肩头有两点 肩头有两点 你一按人肩头 就 衰运会摘下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泰国也是 你不要打人头 不是 会被人打的 尤其是和尚的头 嘿嘿嘿 很漂亮啊 大师的头 兜把就升了 哈哈 我的头 我打得历史 所以说这些避忌 那些喜忌 就是入门问委 不是 入国民禁入门问委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智慧来的 就不要乱来 人有三把火 尤其是 肩头那两把火 很容易按得息的 是啊 那起码都要剩下一把 你就不要头发 嘮嘮嘮嘮嘮嘮嘮 遮住顳头 那我戴了帽子 那怎样呢 戴了帽子脱了它 脱了就没什么 脱了帽子 脱了帽子太旺 要按一按它 我帮你拍摄肩头那两把 哇 心底多不好呢 你说你火旺 我也是帮你而已